流感疫情大爆发 累计病例高达1419人 不少家长请假在家照顾小孩 但现在却发生差别待遇 像这一波大流感 他被隔离在家的时候 他都比一般人要额外多请假 立委抗议不公平 就因为公务人员享有五天的有薪试假 但根据劳基法及性别工作平等法 劳工请试假规定不给薪 应该比照公家机关调整为七天 给薪也给假 政府应该在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 重大的疫情的事件里面 要有一个均决的决定 不会分公务人或劳工 这个不同身份 就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面对外界质疑 劳动部回应 全台劳工雇主 每日负担薪资高达90.45亿 如果七天家庭照顾假都给薪 整体薪资负担将高达633亿 却立刻被打链 劳动部的数字有错误 在我目前提出的这个版本里面呢 事实上是限缩 他在天灾 还有就是说发生重大疾病的时候 他才请 劳动部 不要每次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跳出来帮资方 来计算到底资方损失了多少钱 劳动部保证两个月内完成评估 民众也有话要说 军公教族群和一般劳工 从18%到市价给薪制度都存在正义 就盼政府能快修法缩小差距 东森残疑新闻 陈和平林燕镇 台北报道